就是這麼特別 各位今天我們看看 歐債的危機 整個世界的金融的危機這麼嚴重 但是你看德國人 他的經濟一直足袖 現在不但要承擔東西德合併 他要花很多錢 而且現在我們說 多多了這些所謂的歐洲出國 要借錢的都要 德國來點頭 他一樣呢 一不容許承擔這樣 他說什麼東西讓德國人 他在整個 建造設計任何的東西 他為什麼有這樣一個DNA 我非常好奇 我來開始融入他的歷史 我來去了解這個國家以前 他是怎樣能夠 今天有這樣的一些 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想德國以前 這個德藝術的國家就非常特別 分分合合 分分合合 從1871年他才開始 把整個國家的輪廓 統一 但是兩次的這個世界大戰 分開 然後在1991年他就開始結合 這樣一個國家在整個這個世界上 他是非常特別 當然他也帶來很多的殘暴 在歷史上他也有很多的錯誤 但是這樣一個國家 一切也是 假如說這個地球少了德國 當然我想 精彩就不一樣 但是這個國家你看 不管在藝術啦 在哲學啦 在科學啦 各方面他非常優秀 那 在裡面呢 我從歷史上也看到一個故事 可以跟大家來分享 就是這個悔德烈大帝 那這個皇帝呢非常特別 他在小時候呢 這個 一樣呢 他就跟父親呢 這個背禮給他 父親呢 喜歡他要寫很多東西 他不要 他就門關起來呢 他在做什麼 他推給他 這父親 這父親 門打開進去以後 就把那個葉蜂 就給他丟到那個火爐裡面 這個小孩子呢 覺得這個父親很不可以 那接著呢 他也不聽他父親的話 他一樣呢 門關起來 他開始 看一些文 看一些他喜歡看的書 那這個 這個小王子呢 這個不聽父親的話 他十四歲呢 就跟他的母親呢 他母親是英國的公主 兩個就離開這個家庭 但是非常不屑 這個 東窗出發 被他父親的這個宿兵 給他抓回來 那這一次呢 這個父親呢 就在這個小孩子的面前呢 把他旁邊的這個扶輪呢 全部給他掌握 這個小孩子他就知道 他不聽父親的話不行 那父親呢 當然也了解這個小孩子的個性 他不管他 他就給他送到非常遠的地方 讓其他他的江心 他的周邊的 來教育 這個小孩子 那二十八歲 他父親就這樣 他就接掌皇位 在德國的歷史上 非常有名的七連戰爭 就是因為對這些大紀元 他說 這個 其實 注意 我注意看他這個戰爭 他不是每一戰都有 七連戰爭他不是很表現 因為他跟華國的戰爭 兩個都 緊在那邊 那後來呢 就 各自了這個分開 所以七連戰爭是沒有所謂的勝利 但是他就沒有被打敗 但是在歐洲的這個版圖裡面 各位可以知道 德國他是在歐洲的心臟 所以當初的話呢 就是這個波龐王朝 還有這個 這個哈布斯王朝 還有這個 蘇聯的這個帝國 那 德國當初也沒有地位 他非常清楚 他一定要在歐洲的版圖 在這個市牆裡面 大戰 藉著這個七連的戰爭 他跟 跨國的這個戰爭 他就沒有被打敗 他就開始崛起 所以 這個就是影響了這個 德國呢 非常重要的一個這個部分 那這個國家呢 各位你知道嗎 在1710年 德國這個國家就是吃不住了 每一個人要接受國民教育 你想得到嗎 我們今天這個幾年的國教 這個國家在1710年 就開始接受這個 國民要受英文教育 我們在 在這個軍隊裡面呢 這個所謂起不咒 這個就是這位大帝 這位皇帝 阿翔 然後激勵宿兵 有這樣一個這個動作 所以我發現呢 很多這些小的細節 也跟這個皇帝有關係 我瞭解這樣一個國家 他是點點滴滴 非常久的累積 他才有今天的成就 他不是一下子生下來 什麼都有 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很多人的努力 所以這樣的故事 我才瞭解 原來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這個 沒有沒有沒有信任 很多事情是要慢慢去累積的 所以從這些角度 我也會想到說我們台灣 為什麼今天很多的想法 他的變化是這麼大 這個都是影響我在思考的一件事 非常重要的一個元素 各位這樣一個國王裡面 他當初晚聯的話呢 他就把歐洲呢 非常優秀的這些 所謂的哲學家 所謂的這個大文豪 我記得這個法國的一個 這個福爾泰大文豪 他當初呢 給他聘請到工作呢 也是非常長的時間呢 他教育他所有的這些大族 那這樣一個皇帝 他有相當大的這個氣勢 真的是非常難得 而且他對音樂的素養呢 他非常渾厚 我前不久還在CD裡面 買到一首 這個匪德類大紀的奇目 真的是非常不簡單 這樣一個國王 讓我留下這個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所有的戰爭 他都沒有被打敗 那有一些人問他說 你怎麼在戰爭裡面呢 能夠前勝而退 他告訴他 他說 我在每一次打戰以前呢 我就把我的皇這個門呢 給他關起來 我就好好的欣賞我的音樂 我從裡面找到靈感 我找到明天的整個這個 怎麼要去迎戰這樣一個戰爭 非常簡單 他就追求他心靈的 這樣的一個 存電 然後在裡面找到這個 克敵祝聖的這個方法 好 接下來就 跟大家來分享 和聲明說 很快 快點 becomes 一個 一個